回到第5節的《啤梨漫步》 這個杜凱琴和黃振廷混雙 剛才也說過了 其實 李靖 即是他們的 領隊 覺得他們還可以 博多屆 但其實看上去 也年紀大了 尤其是黃振廷 黃振廷 但是這兩個就是外國的運動員 我覺得他們很合適的回應 起碼是他們應朝 跟班長一台 距離很大步 說就說是四強 但成績是好了 上屆八強 今屆四強 但是你對朝鮮是輸的 雖然你是領先過 他們現在也在檢討 為甚麼是領先過 打不出機會 因為那一場你就進去決賽了 一定有牌 但是朝鮮是強的 其實 沒有辦法了 去到這一場 沒辦法了 就輸了 他們贏過世錦蔡 贏過亞錦蔡 偏偏兩屆奧運就不行 奧運我也不知道為甚麼 一般運動 運動員將他看得最高 事實上是 起碼關注度強一點 其實世錦蔡也很厲害 贏過獎牌 你剛才說還可以 看下屆四年 難一點 希望有些新人出來 如果送他們兩個人也很麻煩 另外有一個 埃及女劍手 這個真是神奇 他在32強出戰對美國的對手贏了 16強 對著南韓的全河英 7比15被淘汰 然後他就在IG上透露 他原來有一個嬰兒 有7個月 我看完照片 他們吃的肚子都很明顯大 當然 奧運沒有規定 人家幾個月就不可以參加 但是我覺得很神奇 你說劍擊這個運動量 是否激烈呢 你不要告訴他們是不激烈呢 還是 奧運那麼厲害 他還可以的 很厲害 我七個月 你還要刺激你的鼻子 幸好 平安啦 我想醫生或者醫生都覺得可以出賽你才會 但是你抬上肚子七個月就能生了 劍擊要很能力的 反而 我想說一下這個 14歲日本華版金牌 吉澤戀 Coco 14歲 美女 他的故事就證明 要登頂 在這個運動 的感覺裏 其實就真的是 沒得說的 真的要說 命水在不同的方法 譬如 有錢 這個不是 原來你從不同的渠道 都是可以 拿到金牌 譬如我們偉大祖國 很喜歡兩三歲三四四五歲就選輸了 練習到你抹一字馬 可能會輸 這個 這個 就不是啊 之前我說的就好像沒有了童年 這個是充滿著童年 充滿著 家人的愛 一樣拿到一個冠軍 這個 就是吉澤戀 275.36分 14歲 來自哪裏呢 雙莫原始 OK 好了 教練也說Coco的表演 是完美 而他的實力 在過去一年其實是明顯提升得很大的 疾戀 Coco 在 頒獎禮之後 第一 據說是多謝爸爸 陪著他和鼓勵他 隨著陪著他來這個比賽之外 在他整個學習這個 滑板 一直都可以 陪伴著他 讓他專心訓練 好了 看看他的故事 吉澤戀的父親 吉澤戀的父親 45歲的時候才生女兒 那也算是年紀大了 當然也算是珠如寶 但是不是戀愛 而是身體力行的去撐女兒 Coco在七歲的時候 就看到帶他四歲的哥哥玩滑板 自己也想試一下 就這樣開始滑板之路 其實 七歲到現在都是七年 一般滑板 他就踢在上面 踢在拘幾下 然後就上去 轉一下玩 好投入 爸爸 知道 女兒喜歡玩滑板 她不懂一起踢一份 哇 幾十歲 一點一點都不是東西 兩兄妹 吉澤 吉澤戀的 跟他哥哥 一直都是用 課餘活動的心態去玩滑板 爸爸媽媽也沒有特別要他們去學習的 這樣就沒有自己玩 加上因為家裡的教育方針 他們在中學之前是不可以用手機的 沒有手機的 所以說他們沒有社交媒體的幫助 比如說看YouTube 吉澤戀 自己只不過在社區的店舖上買一塊滑板 跟著 跟著 現在在 也不會用滑板的專用是用鏡頭的護具 所以他父親說吉澤弓也會買一些 護具 去幫他進行訓練 但是那些也不是滑板的專用護具 是用棒球的護具 東京體育大學的運動心理學 教授也說 這個方法 雖然 不是最完美 但是 即使是棒球的護具 也可以保護運動員的安全 也有助建立自信 而這個父親 在愛女練習過程中 也會幫忙 拍影片 其實幫忙拍影片是用來檢討的 還是老爸拍一下女兒 因為是小時候 有時候 後來慢慢發覺 拍這些影片之後 也可以 讓女兒看一些影片 核心 重心是否穩定 動作需要調整 由於Coco 當然是沒有贊助商 也沒有經理人 今次 去 出席奧運 除了利用國家的支援經費之外 其實 其他超過一半以上的 費用都是自費的 香港就代表不了 香港就代表不了 不是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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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 他爸爸遲了幼稚園的工作 就換了一份 比較有彈性的護理師的工作 沒辦法啦 因為這樣賺 彈性的時間 你就可以 照顧我女兒 因為在奧運之前 就開始出去比賽 好了 到了差不多上中學之後 玩了幾年之後 他就經常 都會覺得 想考慮其他運動 例如街入網球社 爸爸聽完的回應就是 你想放棄 其實隨時都可以放棄 但是過去的努力就白費了 不如繼續下去吧 他沒有硬斑斑逼女兒 什麼的 女兒這樣聽完之後 反而就改變了想法 繼續下去 好了 有一次 這個最神奇 他們在東京奧運的時候 看滑板比賽 想法國原來自己滑板也OK的 為什麼呢 在東京奧運裡面 他們看到 他們也是這個 日本選手 西齒化 在比賽上面有一個 Big Spin Funside Block Slide 的動作就拿了金牌 前面大轉身 再塞拉 那麼 這個動作 空中轉板270度 Coco就看到 這個動作在五年級的時候 小學也懂得 才覺得原來他們 玩玩版 既然是這樣 阿吉澤戀就開始參加比賽 FORM1那年已經成為 日本代表了 也參加了一系列的奧運輸賽 不過 還沒有去到巴黎奧運之前 其實他已經是 TOP 10 還沒有去到巴黎奧運之前 已經是世界的 前十了 從那時候開始 他已經是前十了 他就覺得 是不是要再做好一點 做一個職業活動選手呢 2023年 在羅馬參加奧運輸賽的時候 Coco就撞到頭 進了醫院 在羅馬 他媽媽擔心到 馬上 飛去當地 我爸爸就說 其實真的不想看到女兒 十三歲 受那麼衝傷 但是既然那女兒玩不開心 也沒有理由阻止 那既然是 你想一下 父母那個 很多人不喜歡的嘛 十二三歲很危險的 大家有看過那些滑板 那些動作 真的很厲害 因為這個努力訓練 以及天分之外 他就順利進入日本國家隊 進入日本國家隊 賽前就說他會盡全力把金牌拿回家 結果他就做得到了 條條大路通 不是一定似乎是要那些中產家庭 有很多資助 當然每個運動也是不同 但是也是天分 家人不阻止 其實這也是很關鍵的 如果你說家人就算要練習也會合上臉 不是很老禮你 你也有壓力的嘛 結果14歲就大成名了 可能滑板的動作 這些運動 都可以 類似看初那樣 年紀還沒到很大的時候 反而 那些筋骨 真是 容易做到 年紀大 我不知道是不是不行 但是真的 未必那麼漂亮 那麼有勢 今天晚上兩點半 不是太晚 風水浩 他就說何師傅今年沒有金牌拿的 蛤 即是有希望 他就說 獎牌就有的 金牌就難了 但是好像風水浩說是 張家朗是不行的 我不記得了 他是不是說不行 張家朗不行的 那我希望他不准 是不是 因為 說真的 我覺得有機會 這個金牌有機會 但是也不可以太大劑 盡全力 因為對手也很強 大家都很強 但是加了五十三秒多 他就十七歲 那對手也十七八歲 那你 看你的回復 你知道鬼妹十七八歲就很顛峰 我們 亞洲人 十七八歲 都還沒有成熟 變了都是龍爭虎鬥的 希望 游得一個好成績 圓滿一點 但是似乎四個獎牌 機會都很高 四個獎牌 那你還有什麼 羽毛球呢 羽毛球開球什麼 謝鄧沛今晚八強 今晚真是爭入四強 爭入大金界 四強都未有牌 真的要打第三 去年謝鄧沛不是第三 第四 第四嗎 去年我們一金兩銀三銀 空手道 單車 李維斯還是 叛叛波 去年是叛叛波嗎 就是杜凱琴他們 是嗎 去年杜凱琴好像八強 羽毛球 好像是 女支隊團體 女團是叛叛波 先賣個廣告 今年的叛叛波 是女團開球了嗎 團體賽面開球 好 先說一下 就算佔10家境也好 我不會給自己有機會拿東西 所以我們的貓山王 每天都會大推 348元 8粒的 頂級貓山王冰皮月餅 未吃過的朋友 不妨吃過的朋友 真的不要大安置 好像往年那樣上來買 今年不同 我訂了很少貨 好 下一張 還有一個黑刺 258元 這是四個裝 這個其實都是迷你月餅 但比一般迷你月餅大一點 又不是太迷你 但又沒有傳統的 月餅那麼大 各有各好吃 我自己就訂多些貓山王冰皮 香港人喜歡吃貓山王冰皮 黑刺是頂級的榴槤果肉 258元 好 再去 好 久沒說過益生菌了 我今天剛才看到 網友不斷買益生菌 益生菌 我不敢再說一下 正所謂 養菌 我們益生菌其實是益生菌的食物 用最簡單的方法 不是588元兩盒 我看看人家找個AI改了 是598元兩盒 3991盒 598兩盒 75折是全港最便宜的 我們剛剛早上個月 在SOGO也上了一架 賣多少錢 3991盒 好 再去 好 我很久沒說過 這張圖就是 上現給我 這個manufacturer 出廠的那張圖 我未有空弄 明天我就會用AI 弄下去 這張也不錯 這就是我們 富氫水 那個壺 氫水 即是甚麼呢 我想大家都 聽過我當時說過氫水筆 其實網友上來發覺你的血很激 又或是因為他可以 燒除自由機 增強免疫力 那麼 氫水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因為他的份子很小 水份子很容易吸收 這個跟外面的坊間有甚麼不同呢 這個就是 現在在地球上 這些機裏面 製氫量最強的 他應該是 3467 03468 OK 這些有機會 上次順來講 非常容易使用的 因為我們全部都倒貨了 說明書 保養卡 全部都做好了 那麼 Ebay買 不是我們這個牌子 但是我們這裡做的 因為沒有人再做的 除了這間廠 其他牌子也用到這個壺 不過 打不同的牌子 賣 賣499美金 我們就賣1998港幣 1980港幣 大家可以上來 上來有了 不用訂 木經眼藥咀 為了避免有些朋友 不理除 不知道 OK 我們 獨家 仍然賣580元 因為有網友 賣200元 不是我減價 用開的朋友 你真的要把握機會 因為我隨時預約的 這個promotion OK 下一張 好了 沒有為了休息一會 回來我們講其他新聞